前副首相拿多斯里阿莫扎基卷入的外国签证系统贪污案今天续审 证人在庭上揭露 奥特拉凯拉纳公司曾经在2018年 也就是西蒙执政时期 给予时任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130万令吉的政治现金 控方第17名证人陈祥征 是奥特拉凯拉纳的前行政经理 他今天接受辩方律师阿莫再提交叉盘问时指出 公司战本中的TSM标记就是慕尤丁 公司分别在2018年6月4号 7月4号和8月23号 以现金方式分三次支付有关的资金 陈祥生也认同阿莫再提的主张 慕尤丁当时是接替阿莫扎基出任内长 而奥特拉凯拉纳执行的外国签证系统 依然隶属于内政部 他还表示有关的签证系统的支出 是给当时的西蒙政府 不过慕尤丁随后发文告博斥有关指控毫无根据 他表示当时自己身在国外 接受癌症治疗 根本不可能收受有关公司提供的 130万令吉的现金款项 除了慕尤丁 多名政治人物的名字也被提及 包括了卫生部长凯里 国防部长西山穆丁 房地部长理查马丽肯 明星党主席沙菲毅 以及前外交部长阿尼法阿曼 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 奥特拉凯拉纳的帐簿内 以及反贪会建政及科技单位的分析报告中 明星党主席沙菲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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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党主席巿 introduce 明星党主席沙菲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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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急尔派菲振